解放军辽宁号航母两天放飞140架次 用华越航母达到了弹射航母的水平 这期我们来说说这个事 解放军辽宁号航母参加历舰2024B演习之后 继续在西台北洋实施训练 有国内观察人士从日本的信息渠道得知 日本方面一直在盯着咱们的辽宁号 研究它的演习和训练的各种细节 日本方面甚至统计出10月14号和15号这两天 我们的辽宁号舰载机的出动的架次频率 看来日本自卫队的海空力量 一直在不远的地方跟踪我们的辽宁号 通过舰空通信监听这些方式来收集有关的数据 不过所采集到的数据就让日本方面很是震惊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 辽宁号放飞后回收了90个架次的固定义飞机 以及50个架次的直升机 平均一天出动70架次 这超越了人们对于华越起飞航母的传统的认知 航母的主要作战力量就是舰载机 在单位时间里面能够放飞回收多少架舰载机执行任务 这体现了航母的实际的战斗力 这个出动架次和航母本身的设计 以及航母上的战管水平有直接的关系 一般来说航母越大 大部分时间里面出动的架次就会越多 用它跑道多 飞机调度管理的流程越合理 出动率也会提高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就是航母用什么方式来起飞 华越起飞航母与弹射起飞航母相比 那是有天然的劣势的 华越起飞的航母只有舰体前方的跑道可以用来起飞 侧前方是没有起飞能力的 而舰手方向的同一个时刻里面 只能有一架舰载机可以准备起飞 可见以辽宁号的基本设计 要想达到一天70架次的出动频率是很不容易的 除了弹射器 甲板和机库的调动作业 升降机的运行 机物工作的效率都会影响航母的出动率 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 即使在海湾战争时期 一天的出动架次也很少超过70架 罗斯福号航母一度创造了 103.6架的单日最高出动纪录 但这是用10万吨的排水量和四部弹射器 同时工作来实现的 所以辽宁号航母单日70架次的出动能力 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解放军海军官兵已经把性能有限的装备超水平发挥了 无论辽宁号还是山东号都属于我们解放军过渡性的航母型号 未来解放军的主力航母是采用弹射器的 在福建号及其后续弹射航母正式投入使用之后 我们海军官兵完全有希望实现超过美国海军的出动率 当然解放军航母还依然要大力的向美军学习 要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下高强度的训练部队 优化流程 未来我们还需要积极的组织 远海大规模的演习 实战打靶这一类的训练科目 好 这就把节目就说到这里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